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случае 平妹妹 你哪位呀 你好像心情不太好啊 是哪个小王八蛋惹你了 我替你出气 是一个叫孔雪莉的 狼心狗肺的小王八蛋 原来是这么可爱的小王八蛋啊 离我远一点 这两天我没有过来看你 你是不是非常非常想我呀 我非常想把你剁进馅里 真的 那你是不是要吃饺子啊 你讨厌啊 那今晚是你家吃还是我家吃啊 要不要一起胡面面 死了死了 张华被僵尸咬死了 死了死了 张华被僵尸咬死了 死了死了 张华被僵尸咬死了 童大哥 你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哪里有你 哪里就有我 我就是你的跟壁床啊 僵尸会咬人的 怕不怕 怕 怕就回家嘛 那不行 我怕僵尸 我更怕看不见你啊 哼 要不 你这样挽着我 我就不怕了 疾病 积福至奇 死定 我 啊 你 你 啊 怎么样 被咬破了喉咙的动漫 脸无血色 身躯发白 肌肉收缩 是失血过多而死的 他的血是被僵尸吸干的吗 你能确定这是人咬的 人类的齿痕跟动物的齿痕 并不一样 非常容易辨人 这齿痕明显是人类的 行了 把尸体抬回去检查 别在这儿看了 把人群散了 别治得洪荒 散了散了散了 别看了啊 这种尸体怎么能往医庄里搬呢 尸毒是会传染的 万一都活活了咬人怎么办 可是我都孔大哥 孔是吧 大哥 你一般带着去 县长 你终于出现了 孔学历 我这三番五次地叫你 你也不听我招呼是吧 翅膀长硬了是吧 县长您什么时候找过我 我 燕馆里诱人冒充你 说他是县长 而且他说他是燕馆的老板 我当时就生气了 我们尊敬的县长 怎么可能是燕馆的老板 他一定是在撒谎 撒谎 撒谎 骗子 骗子 对不对 骗子 我怎么可能开燕馆嘛 对啊 我是个好官嘛 是啊 对吧 气死我了 我现在就要把那个造谣生事的王坤 抓起来 你 你快 冷静点 你先别抓人 我当然不在燕馆 我是个好官嘛 对吧 这么着 我那天在燕馆是没叫你 但但我让郑桥找你了 你怎么不来啊 宣长 公务在身 一切为了百姓 一切为了百姓 而且正乔 你说 你是不是只交了我一次 什么叫三分五次 说 我 我 我 等一下 等一下 帮我帮我几次了 我知道你伶牙俐齿啊 我现在不跟你计较 你的小辫子已经在我手里了 你给我等着 来人呢 立刻给我把尸体伤了 还有啊 这一带已经被尸毒感染了 任何人不许接近 尸毒 包括你孔雪莉在内 陈天官这么着急烧尸体 明显心里有鬼 那个 张华现在算普通尸体还是僵尸 我跟你说过了 那个伤口是人类咬的 张华是不是僵尸就靠你了 这里面肯定有 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 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加好证明 有可能不是人做的 只有僵尸才会对银票 视若无睹 这明显是有人故意设下的障眼法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算真的有僵尸 我们也应该抓住 烧掉 所谓警察 就应该勇于戏争 所以我决定活出去了 干僵尸 干 你真的想好了 对 但我要先准备准备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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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张华家 我给翻了个底朝天 结果屁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让孔雪莉全给搜走了 不是 大人 这孔雪莉坏了咱们多少事了 咱 咱办了才得了 咱唐 那我们 咱唐 咱唐